你怎么后面这个闪亮这么长的样子 掌声有请 王晴 走路的样子又不变了 都不一样了 带风了 就是最后别摸腿毛了 这是 再晾一下腿毛 然后就知道是我 不光要从外形上改造 普通话也要练好 说一个你们教座的这个绕口令 或者顺口令 我们学一下 然后我们再教你一个 书上国家俩学 教学学队 你要学学出来 你往边去搁开搁开 这个喜学队 那个喜学说 你靠边我要查你的驾照 还是有驾照 你说一下本来是什么意思 书上队有两麻雀 这边麻雀队那边麻雀说 你往旁边挪一挪 我们给他吃个口 来 风哥 你是学过快板的 你这个比较好了 预备 起 走 撕撕吃撕瓜 来 撕撕吃撕瓜 再来个更难一点的 撕撕 在福建实施 用十四块钱吃了四斤丝瓜 撕撕在福建实施 用十四块钱吃了四斤丝瓜 这你不行 汉西兄你来一个 撕撕在福建 用十四用十四四块钱 出了四斤丝瓜 他还要说 哎呀妈呀冲死我了 他因为是在福建吃的啦 所以要这样的话说 哎呀 福建要这样说啦 他的这个复活之路挺简单的 所以我们要为他好好加油 拿票 加油 加油 再次谢谢王琪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 这九位选手来进行开奖啦 是 对 要他们在这个舞台上 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讲 他们在参加比赛 这段时间里面最想说的东西 首先是余婷 来 有请 有请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 是和一张相片有关 就是上一次的终极PK 余梦龙实际上当时是知道 我对第二首歌是非常没把握 如果他选择我 我觉得他有80%晋级的机会 但是他在当时站在那的时候 没有选我 然后是举起了饶威的手 把我送到了晋级区 当他唱完最后一首歌 然后他就离开了 我哭得很厉害 但是我一直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当时已经不知道 要怎么去跟他说了 所以在今天我想说 今天这个九强的光环是你给我的 所以谢谢你兄弟 我 最后这先是先年龙了 不管我 你也去欺骗 我 他已经自动模式了 是吧 雨天 听说他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跟你们联系过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跟他表达谢意 但是没想到他来了 眼眶已经热泪银控了 眼泪一热 眼眶哐啦就掉下来了 眼眶掉下来了 这个 提问题 有什么问题要问 我想问 就是你们的PK非常残酷 然后是这些PK是你们的选择 是自由选择的 还是有栏目主 已经帮你们安排好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们的比赛非常地残酷 这么热能不能够短酷一点 说不出口了都 说吧 没事 说吧 就是 我的选择是 就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如果遇上你的好兄弟 跟你PK的时候 你是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的 比赛里的话就好好唱歌 然后就不去 尽量不去想这些事情 其实自己发挥好 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感于亮剑嘛 对 那个火山火山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火山火山永远只有这一件衣服 这一件衣服 我会想要问我 宇田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我也说不太清具体什么类型 但我喜欢的女明星是马苏 你可以就问一下王启嘛 对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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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上 下一位在这里要开奖的是 佐力 来 有请 有请 今天我想为大家讲述的是 关于比赛中的故事 有两个解释 一个表达 在石敬酒比赛完了之后 那天晚上余梦龙同学要离开城堡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送她 大家都哭得非常难过 非常地伤心 其实我当时也特别地难过 只是摄像机没有拍到 我自己在角落里面 就热泪盈眶的感觉 我看到大家都挺难过 我想化解一下这种尴尬的气氛 就微笑地跟她说 我说没关系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 但是并不代表什么 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北京晒太阳 然后就有朋友把那张我笑的时候 那个定格的瞬间就定格下来了 好像觉得我特别地不懂人情吧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我和余梦龙是非常好的朋友 第二个解释就是 我有没有和我的小伙伴击掌 我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我和余田也是没有击掌 这次和余梦龙也没有击掌 因为我本来就有点近视眼 我看她的时候 余梦龙是跟我在挥手 然后我就跟她比了一个 我说加油 然后我就走了 最后呢讲述一个表达 在我心里我总是觉得 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不是很满意 于是我也想有一个小小的突破 然后这张比赛唱的灰姑娘是那种 我总在伤你的心 我总是很残忍 就是本来我打算把灰姑娘改成一个非常重的 那种摇滚的版本 比如说 我总在伤你的心 我总是很残忍 我总是很残忍 我让你别当真 因为我不敢相信 我想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如果有更多的机会 我会尽一切的努力找回最初的自己 认真地唱好每一首歌 希望你们能继续喜欢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提问 就是网上很多人都在说你笑容特别假 人在真正笑的时候 就会眼角有那种眼角纹 然后大家都觉得你笑起来 你看现在真的 就平时你笑起来的时候 平时的时候 不管你在天天向上的舞台 还是在宽男的舞台 就包括你求婚那次舞台 就很多人都会质疑 觉得你的笑容特别假 他的笑容有我假吗 我的笑容才真的假 来一个假的 你那是傻笑 就是所以说我想问你 韩哥的笑容更假 韩哥笑一下 假的啊 哎呀妈 你是打了肉毒吧 要看打了肉毒对象是吧 对对对 封哥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走心的笑一个 来 来个走心的 风哥 走心 太简单了 哎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有点像 各种明星脸的综合版 孙耀威啊 真是有点像啊 哎 活嘞 我跟他说 还有呢 还有呢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像九孔 哎 不要乱讲 九孔比较帅 哦 赵文卓哎 赵文卓挺像的 赵文卓很像 还有六小灵童 六小灵童 六小灵童怎么像 这个怎么像啊 要再把头发稍微过来一点 真的像 真的 真的像哎 还挺不错的啊 你看 特别可爱 那么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 欧豪 请 欧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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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be my girlfriend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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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irl Be my girlfriend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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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girl Yeah 其實人生就是要天天向上 謝謝 歐豪 歐弟 Yeah 恭喜歐位 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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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像那個丞光熙 模仿的潘偉坡 然後唱著黃丽银的歌 你一說這個話 很多人就關掉了電視機 沒有 其實我是在學習王丽宏 我們有衣服 要不然你換一下 那個穿過了 他連講話都好像念Riff 要不然是這樣 叫你的那個帝哥 跟你配合一下 要節奏嗎 但是最近我跟錢鋒 新發明 就是錢鋒打快板 而且我用那个beatbox 真的 他念 好吧 这能弄到一起吗 上板 上板 你准备吗 耶 放手 来吧 来吧 来到天天向上 到我向餐就餐 现场激情磋商 我要你们成长 O.D.O.D. 他不是我的亲戚 但有一个共同点 新欧得多才多艺 见到你掩饰 展示你的差异 给你一个题目 正能量传递 耶 哇 哇 这些都没有合过的 很棒啊 哇 太棒了 对 真的是很厉害 对 很厉害 接下来那个灿灿 还是要问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短发 腿毛长 腿毛不要长 火山火山 你把你的问题一口气不完算了 火山火山 你背后沾了一个假睫毛 哎呦我长好久 对对对 是我吧 装上去 由不去装上去 一个问题 好 刘威你好 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什么 善良然后很孝顺的那种吧 还有就是 我喜欢质朴一点的女生 比如说就是 穿一个运动装 然后就可以很漂亮的那种 哇 你顺利出使她吗 心里有数了 好 我喜欢短发的 然后 1米70左右的 好 华晨宇你好 请问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简单低调的 你问小强 小强 随便 你好 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有思想 然后会照顾人 然后思想比较成熟的那种 要有小虎牙吗 我这个可以有 长发也可以有 短发也可以有 也可以有 也可以有 要长一头的虎牙是吗 长一头虎牙 欢迎 对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有气质 会跳舞 像潇雅轩那种 朦胧 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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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任务完成了 对 报了票回去了 报飞机票坐火车回去 这样能整点钱 啊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上场的是 华晨宇 华晨宇 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因为可能是我从小 和别的小孩受到的教育不太一样 父母工作比较忙 然后我大部分的时间 是通过自己去认知这个世界上的对与错 在别人眼里性格也会比较怪一些 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 我就很喜欢去自由地写歌 然后自由地唱歌 对 谢谢 谢谢 来 康康 康康 我感觉吧 徐松肯定特别喜欢你 因为你若花成风 我换花成雨 好冷啊 你妈呀 这太冷了 哇塞 他是防鼠的嘛 抗鼠的嘛 哇塞 上一次你唱了我之后 可以说是整个晶变了地球 然后唱到了火星 你再教我们几句你们的火星语吧 海选的时候那个歌可以交易去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音就够了 来给我把那个灭蚊子的拿过来 灭蚊水灭蚊水 把那灭蚊水灭蚊水 里面有个神经病 对对对 我们听说他还唱过小强的姐姐呢 你唱的是小强唱的那种风格吗 我的姐姐长着一对纯黑的虎牙 纯黑的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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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白的虎牙 纯黑的虎牙 好 你姐姐生气了吧 这个犀利 刚才吃了墨鱼面吧 刚吃完黑这么糊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 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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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的行李环宇了 环宇 环宇 初中的时候很叛逆那个时候 特别崇拜道上的那种大哥 有一次我们两个小帮派斗殴 笑 过了十多分钟 然后一个七八个人的面包车 下了十多个人 一个1米4到1米5不到的那种个子 一个光头 然后 然后 就这种 就根本不像我心目中想的那种很帅 这种 当时我不知道她是七个 然后我就给我朋友说 我说她谁啊 这么low 对 那也就是我的一段特别的叛逆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么好的舞台上 我为了我的梦想去奋斗 我觉得这很够了 就是那段时间让它过去吧 就一个很可笑的笑话 虽然你们大家都不笑 赶紧不要大家笑得都像佐力一样 梁霄又来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对于你上周在天天笑上的表现 你觉得满意自己的表现吗 不满意 特别不满意 其他四个人表现特好 对 就是下面笑 就我一说完话全部冷场 话题中结者 结果上面两个导演就太冷了 他们 平台又是代表给你们鼓掌了 冷场王 好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张洋洋 张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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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少的我就是特别爱恶搞嘛 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 路边有一个平房 然后门开着 灯也亮着 里面有人在吃饭 就跑过去往里面扔了几块砖头 户主追出来就逮着我了 他问我 谁砸的 谁砸的砖头 往前面跑了 然后大一刚进警校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三点多了 我还睡不着 然后在宿舍大喊了一声 紧急集合了 然后把灯也打开了 宿舍兄弟全醒了 然后全都疯了快 他们就开始大喊 完了 我的袜子在哪 我的内裤在哪里 完了 袜子起了怎么办 等他们都穿好衣服 准备出门了我就说 我开玩笑的 其实不集合 他们看来没罚我 现在的我呢 是一名森林警察 实在有年少轻狂 肆无忌惮的日子 但关键是要选择 正确的人身方向 并能够坚决地 执着地走下去 我觉得 人民警察队伍里面 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 又能唱歌形象又好 又能够传递正能量 现在那么多人 又喜欢你的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是制服罪犯的时候 都不用枪 直接唱首歌把它感化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下一位要上场的了 特别可爱 小钱 有请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青春物语 那么物语 首先我告诉大家 第一就是一本书了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 在你们的身边 带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 因为这样可以给你们 增长很多知识 第二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样 还很无聊的话 很无聊的话 你可以准备一把吉他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生活 充满很多小情调 我觉得我为我的青春生 在这个时代 我感觉很幸福 因为它可以让 我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 可以有很好的平台 让我去完成我自己 儿时的梦想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在我看来 青春它其实就像是一本书 你犯得太快的话 你会遗失掉很多的美好 如果你犯得太慢的话 又可能会让你泪流满面 青春总是充满幻想的 但是没有青春是不受伤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记得那个伤害你的人 感谢他 然后好好的去挥霍 属于你们的青春 成长它是一个很难 也许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一定要学会珍惜 还有就是感恩 谢谢大家 说得太好了 你长大了 小强 你每次上台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奇迹发生 像是唱姐姐姐来了 像是唱爸爸全家来了 像是唱爸爸全家来了 全家来了 唯一没来的是姐夫 那今天 怎么可能啊 有不可能啊 对不对 玩两次了 还有一个也没有来 维斯培花 那更不可能啊 为什么呢 紧张啊 别抖 别抖 不要听 你告诉我们 你现在知道她在哪里吗 四川 对啊 四川离到要不远 因为在她家里嘛 在她家里啊 对啊 你觉得我们转到吗 你觉得我们转到吗 你们应该不可能的 我觉得 后面怎么沉重的脚步声 又有奥迪哥在后面吗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小强的前女友维斯培花 今天能否来到节目现场 跟大家见面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们五秒钟倒计时 5 4 3 2 1 不要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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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吧 嘶 大家太会演了 小强 你现在在看到她之前 跟她说一句 你最想说的话 嘶 嘶 嘶 怎么会看到吧 大家 我觉得大家太会演了 对不对 大家太会演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 其实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大学毕业以后嘛 就是要分开嘛 分开其实 因为大学毕业以后 创业很忙的 有些时候你顾忌不到 别解释 别解释 你听一下 不要动嘛 就是会很忙 就顾忌不到这些 所以我就想说告诉大家 如果你也是大学 告诉她 什么叫大学谈谈 听我先说完吗 我还有话想说 因为我一想让她 你每次都想说 因为如果你是大学毕业以后 你的恋情在你忙的时候 还是要兼顾一下 因为其实是很难得的 一份感情 失去的时候 会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 可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有错误 就是有些时候 要学会包容一下 不然这种错误发展下去 就会分走 好 跟她说 跟她说 就希望她以后可以幸福嘛 幸幸福 请回头 好 知道不会来的 我就知道不会来 我就是奎花 我们练了奎花毛顶之后 我就是变奎花了 虽然说不会来 但是小强说得很真诚 挺挺挺 你长大了耶 挺简单 我发现你现在的那个 比我们第一期节目 他在我们节目这里 他脑长了很多 脑子一些东西 我觉得很棒 所以说快乐的男生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熔炉 是 给他们成长 当然也给他们快乐 几位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小强来了 小强的问题 小慢问 所以 小强 你先不要哭 我没哭 小强没哭啊 没有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然后我想问你就是 天语啊 你觉得他是把你当作重点的 呼呼去培养 你笑得好左立哦 哪有 明明是天天向上 把他作为重点的培养 有吗 是 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们的梦想 也许他们的梦想比我的更远大一点 只是我觉得我很幸运而已 好 另外两位 你能给我们唱一首 吐萝大众都听过的歌 但是带着小强的那个 鸦味的那种歌吗 陈楚生 楚生说 说他的嗓音条件像中校戒 来来来 中校戒 中校戒 那个花吧 好 但是歌词我就乱唱了 因为歌词我不会嘛 没事 我们都没有人会 我们都没有人会 果然是一句啊 唱得很短 但是呢 有那种感觉 很像 都棒 到时候我们请小强来录一下这首歌 王启给他弹吉他 那韩哥 那你谢谢哦 你谢得好弹拓啊你 我也就是这么一句客气话 别放心里 你帮 对 你别放心里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练习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 白举纲 白举纲 大家好 我的初恋 我的初恋 发生在 朦胧的初二时期 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叫爱情 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散步 然后她双手 微微地张开了一点 好像想抱我 我愣了两秒 我妈妈在家 我先走了 然后 没过几天她也跟我说了再见 我的第二段恋爱 发生在高一的暑假 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天之后 她便去了新疆 五天她提出了五次分手 就因为我那时没有手机 不能给她打电话 给她关心 这一段感情就这样 六天之后就烟消云散 第三段恋爱的时候 是在高二的下学期 那个两个人一起喜欢 叫什么 互相 就 你情我愿 哦 两相情愿 哦 两情相悦 尽管每天早上接她 每天晚上送她回家 但是还是除了这些时间 没有多的时间在陪她 所以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分手了 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段恋爱 在我大一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争吵 她主动约我 我都不愿意下去啊 在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分手了 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爱情 所以长大了灾爱吧 我现在还想 对 你也没耽误什么 多点关心 多点包容就好 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团 感觉你很会说冷笑话 然后我听说你的冷笑话 曾经经验全场 真的呀 我之前摆对了一个对 从前有一只雄性的鹿 还有一天在公路上飞快的奔跑 它最后跑着跑着跑着跑 就变成了高速公路 我摆读了三百多页 翻三百多页看 所以是老笑话吧 我们都讲过 PK一下吗 小明 小明 跟小强 在办公室里面聊天 小强 现在北京的这个房价呀太贵了 对呀 我要是在北京有套房就好了 小明说你有套房算什么 我在北京有个地 哎呀我对不起 然后小明说什么 你如果在北京有快递 我跪下来 磕三个响都叫你爷爷 这时候办公室外传出来一股声音 小明你有快递啊 哎你有快递 我也听过一个 快递公司送到一个人家里 然后他就大声喊了 王老先生有快递 结果隔壁邻居说 一呀一呀有 什么 有快递 一呀一呀有 嘿嘿 幸亏隔壁有人 要不然这歌怎么唱下去 对接不下去了 好 谢谢啊 谢谢你们的问题 谢谢这个嘴刚 饶薇 大家好 我叫饶薇 我自己其实是很喜欢京剧 跟一些传统的一些古典音乐的 你不是要唱京剧吗 你说我特别喜欢京剧呢 这什么逻辑 京剧也可以来 吓我一句 对嘛 那有很多人很好奇我唱歌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喜欢扭来扭去啊 然后有点腰里腰气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更放松 然后更享受一点 只有在舞台上敢扭起来 骚起来才是真正的饶薇 我觉得那才是最快乐的 谢谢大家 好 有问题 我已经按捺不住了 饶薇 好 谁都按不住你 我跟你说 好吗 饶薇我喜欢你喜欢到一定程度了 我觉得你才在这个舞台上 让我个快乐男生的唯一的原因 我就想看到你的快乐男生 我就想看到你 有什么问题 你是来自广东啊 对 客家人 对 你选择了唱歌这条路 你能给你父母做什么贡献呢 其实我觉得唱歌也是一个搏迹在身嘛 我觉得只要唱好了 也可以做个音乐老师之类的 也是算是一个铁饭丸嘛我觉得 你怎么断定你唱歌就能唱得好呢 一开始 鼓语说得好 想唱就唱唱就想亮 这个鼓语说得太棒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请所有的这个 快乐男生 快乐男生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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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说两句 其实我觉得就比到现在没有谁是差的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认识了后面这帮兄弟 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 你看一下子特别在打他 支持你 支持支持 很快乐男生的舞台上 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东西 你们的青春有这样一段经历 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丰富 是 谢谢你们 谢谢 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 好 在这里还要感谢TCL IDOL X 智能手机的特补店链向上 大力支持 是的 下载湖南卫视手机客户 下载湖南卫视互动手机客户单 呼啦加入天丁向上 节目各位找一找谁与你同在 是的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期的特补店链向上 拜拜